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王恩博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这份方案被很多人认为是 中央给深圳的一份政策大礼包 那么这份大礼包当中究竟有哪些内容 它会给新时代深圳的改革开放 再出发带来什么样的新机遇 今天介绍我们采访的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先生 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 彭会长好 中央去年提出支持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那么这个先行示范区 跟之前的经济特区 相比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是不是意味着 深圳在国家宏观发展层面的定位 出现了一些变化 中央做出支持深圳开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 这样的一个意见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性的决定 这意味着深圳特区的改革 特别是市场化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开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 更高的层次 更高起点上的这样的一个改革的再出发 首先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国是还要不断地探索和完善 特别是19月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构建国家自立体制的能力现代化 谁来做先行者做探路者呢 主要等于把这个任务进一步地交给了深圳 所以深圳一方面要做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 做好创新发展 同时在社会体制的能力现代化方面也要做探索 其次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方面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方面 深圳还是要做一个先行者 做一个探路者 做一个排楼兵 在这方面我想中央对于深圳也给予了更高的希望 因为40年前 深圳就是靠了大胆市大胆闯杀出一条血路来 今天还是这样 希望深圳在市场化改革方面 按照48届三中全会 中央所提出的市场化改革的一系列要求 还是在前面切到一个四点探索创新 这样的一个作用 能够尽快地给全国提供一些可扶持可推广的这样的一些经验 第三个我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深圳的这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 也是中国改革的推进方式的一个全新的探索 这个问题那就涉及到了对于深圳这样的一个原来是特区 怎么在特区的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的赋予它一些综合授权 通过综合授权的方式来进行一些全方位的改革的探索 您刚刚提到了综合授权 这确实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事情 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样叫做综合授权 然后为什么我们在这次的改革方案里面 把综合授权给予了一个定位 就是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关键一招 综合授权是这一次整体方案的一个核心点 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 综合授权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 具体的讲就是这种清单式的批量式的申请和批复 对于地方按照中央总体要求 比如说深圳在2025年要建成国际化现代化的创新城市 到2035年要作为中国特殊社会主义的这样的现代化城市的城市典范 城市范例 到2050年就要建成有竞争力有活力的这样的标杆城市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那就要给它充分配套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和权力 所以通过这种清单式的批量式的申请和授权 在重要的领域关键的环节它需要的这些权力 把它真正交给深圳 而且我们这次中央批准的实施方案 讲的只是从2020年到2025年 而且明确讲首批清单 随着这个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可能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 只要是在改革中遇到了体制及时障碍 遇到了现行的法律法规的束缚 需要进一步的解决这些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一些问题 来为生产力的解放开闭道路的 那就可以通过清单的方式 像中央报告 经过适当的程序 涉及到法律的 那可能要经过全国政大 来进行审批来授权 涉及到国务院的这样的一些权责 或者是国务院的规章制度的 这国务院来进行授权 这是一个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 完善进步完善中央地方关系 给予地方差别化的改革的 这个积极性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全面的常识 非常重要 对我们也注意到这次的这个 综合授权的改革 确实是赋予了深圳非常大的自主权 包括您刚刚提到的40项的首批 授权的清单 那么我们这一次给予 深圳这么大的自主权 尤其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它的用意是什么 我想这次主要讲的还是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比较多一些 包括这个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包括整个创新发展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体制机制 也包括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以及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民生服务的用机 以及最后的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的通知规划 六个大领域 我想这个在就一个城市来讲 改革所要突破的重点的一领域 基本都难过在里面了 而且这六大领域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第一部分 就是这个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在这之前四月份中央也刚刚发布了一个 在全国加快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的意见 这里边对五大要素 怎么样加快市场化配置提出了全面的意见 但是这些改革要推进 首先也还要找一个改革的一个先行者示范的试验区 选定的还是深圳 深圳在这方面的先行示范 对全国带动全国的市场化改革 也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我们注意到 同样是涉及到大力度的这种授权放权 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 那么深圳的建设跟我们现在的 同样在推行的自贸区 包括自贸港的建设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之处呢 在这之前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海南 有个自贸港的这样的政策 实际上是自贸岛的政策了 应该讲情况还不太一样 它那个侧重于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方面 做一些全方位的探索 包括我们讲的就是结构向的对外开放 和制度性的新型的对外开放 都会有些更大的一些调整 但是从海南来讲 它不要求它所有的政策都是可复制可推广的 它是作为一个海南 3.5万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岛子上 作为一个自贸区 自贸港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它所来实行的一些政策 这个深圳呢 它是立足于这个深洲大地 这个将来都是要能够在近期尽快地提供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我想这是最大的区别 但是这是我看中央对于深圳的给的政策 实际上不比这个给海南自贸岛的这个政策力度差 应该讲力度更大 特别也提出了在法律方面 他们做一些更多的一些授权 鼓励他们在新经济领域 尽快地加快一些立法的创新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现在深圳可以说已经成长为一个这种国际化的这种大都市了 那您觉得在国际上来讲 有没有一个能够给予深圳这种发展参考或者对照的这么一个城市 那么未来深圳的下一步发展应该怎么样从一个世界版图上来进行一个定位 深圳的发展40年 从一个小渔村只有2点几亿的GDP的这样一个农村县 发展到现在的这样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一个创新城市 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创造了 一个大的范例了 有时候找可能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新加坡可能算是一个相对比较类似的一个情况 但是新加坡它缺少的是广大的市场腹地 新加坡它就是一个岛国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性的一个经济 是吧 所以它的经济是高度依赖这个外向性的这样国际化的环境的 而这个深圳它背靠的是我们广袤的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 祖国的市场 全国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和关注 深圳的发展也离不开全国的这样的支持 不论是人力物力 过去最开始的各方面给予的这样的支持了 今后深圳的发展又会给全国注入新的这样的动力 所以我想深圳走的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这样的道路 它走的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会成为全人类世界上发展的 从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范例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 非常感谢彭森会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